男人拿起喷壶 随意地喷了两下 没想到 沙盘内的小人 竟开心地跳起了舞 这是人类的一场球语活动 上帝看到这一幕后 也是万分开心 他高兴地又命令手下 再多喷一些 一瞬间 整个大地都变得生机暗来 可看着小人们欢声笑语的样子 上帝竟又直接翻脸 助手直接懵了 他再次向上帝确认 但不料 上帝却生气地让他赶紧去做 没办法 助手只好从一个盒子里 拿出了一瓶贺顶红 然后轻轻地喷了一下 紧紧一瓶 所有的小人就全领盒饭 然而看着死去的人类 上帝根本没有丝毫反应 因为在他的眼里 小人们只是一个玩具而已 而这一天 一群小人在不经意间 发现了钻木驱火的园里 他们拿着火把 手舞足蹈地欢呼着 可这一幕 却直接激怒了上帝 因为神圣的火种 一向都是上帝赠你 人类怎么能够创造天火 助手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遵从上帝 只见他走到沙盘前面 接着轻轻一吹 人类的小火苗瞬间就被熄灭 小人们再次陷入绝望 可即便已经这样 上帝依然没有解气 助手立马心领神会 只见他摆了摆手 一群犀牛就向小人的方向冲去 人类直接下庙 他们纷纷跑进了洞穴 上帝见此 这才露出满意的微笑 然而没想到 上帝只是睡了一觉 人类就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 一洞洞的高楼映入眼帘 然而这个老头 却没有为这个结果感到庆幸 反而认为人类 威胁到了他的地位 于是上帝的心理 再次产生出一个邪恶的想法 他让助手点燃火柴 紧接着就扔向了城市中的高楼 人们纷纷跑到楼顶 大声地呼喊着 可上帝却满不在乎 反而越看越兴奋 但助手却非常同情小人 可不出意外 助手遭到了一顿臭骂 助手被吓唤 只好打开天灾模式 一瞬间 一个巨大的黑色龙卷风 就席卷了整个城市 而所有的人类 也在这场游戏中彻底灭亡 那有没有可能 我们生活的地球 其实就是上帝的玩具呢